欢迎收睇今集的任务行 今集会带大家来到大埔以北 一个大型的屋村车站 富亨村 富亨村位于大埔区以北 轮近大埔拿打素医院 游八座楼宇 在1990至91年落成 同期落成的屋院还有仲雅院 车站就在1991年开始服务居民 车站属于露天设计 持有六个后车月台 一条给的士 五条给巴士 而隔离的是富亨村商场 一个规划设计 集交通和商业于一身 车站的基本设施 由站站室 当然还有这个 程V字形的行人辅助线 和基本的视像街砖 座椅和轮椅上车区 一定不会少得 还有这个指示乘客 去哪个月台坐车的指示牌 交通方面 有71号A巴士 接驳大埔区站 由于大埔中心 比较多交通的选择 所以有一条71号B巴士 接驳大埔中心 富亨村 没有全日巴士线出港岛 只是在平日 早上有307号A线巴士 经富亨村前往商环 要去机场就有A47X线 而凌晨时份就有NA47线 经机场前往 广珠澳大桥香港后岸 另外早上有272P线巴士 经青沙公路前往葵兴站 而凌晨就有N271线巴士 经狮子山隧道 途经游尖旺 前往红磅站 要数大埔区最重要的巴士线 就是271线 前往西九龙站 大埔居民去游麻地 旺角佐敦就要靠他 而凡旺时间 有271B线 经科学员 和白石角 来往西九龙站 另外黄分时间 就有271X线 单程由西九龙站 经青沙公路 回虎恒村车站 车站设有新价的士使用的月台 而出市区的的士站 就在他附近 虎恒村车站的交通网络 在大埔区内 算是多元化 但是如果要去 讲究新界各地 就要依赖他附近的 大埔中心车站 做转城 和接驳东铁线 但是随着附近的 蝴蝶村即将落成 虎恒村现有的交通网络 能不能够满足到他的需要呢 今集就分享到这里 下集再见 记得订阅我们 下集再见 下集再见